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赛进入决胜局 决胜局 雷斯塔维托4比2开局 雷斯塔维托出球质量特别高 进攻非常犀利 防守方面也非常出色 李子佳连续下压进攻 但是不得分 雷斯塔维托8比4领先 接着11比4率先进入技术暂停 暂停之后 印尼雷斯塔维托继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 13比6领先 李子佳状态明显下滑 杀球也不得分 没有太多的技术手段 但李子佳并没有放弃 追到10比13 14比15 随着雷斯塔维托体力下滑 李子佳追平 双方15比15平 接着李子佳反超比分 17比15领先 最后 李子佳顶住压力 拒绝暴冷 20比15拿到赛点 并以21比16锁定胜局 总比分2比1 战胜雷斯塔维托 顺利晋级4强 半决赛 李子佳迎战队友刘国伦 目前 男单前8号种子选手 仅胜李子佳一人晋级 另一场比赛中 马来西亚男双组合 谢定峰苏伟一迎战台北选手 李扬王麒麟 谢定峰苏伟一世界排名第6 李扬王麒麟世界排名第4 后者李扬王麒麟 是东京奥运会男双冠军 但是今天 谢定峰苏伟一打得非常积极主动 21比17 21比10 清风连胜两局 总比分2比00 奥运冠军李扬王麒麟 清风晋级4强大名单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